哈囉 開始了 我現在要做的是 把昨天烤的頭目乳酪蛋糕 然後做裝飾 這邊是鮮奶油 我用巴蜜來打 這邊大概有300克的 裝在塑膠杯裡頭 那打鮮奶油的時候 其實就是 反正你就是 稍微讓它 比較超過那個 最高的那個 鮮奶油的部分 然後呢 這樣稍微抽動 抽動一下 它就會開始打發 它就會半入空氣 然後打發之後 慢慢你會發現 越來越難動 它基本上就是 差不多好了 有沒有 越來越濃稠的樣子 有沒有 不太動有沒有 聲音不太一樣 噔噔噔有沒有看 就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說過 這個東西是生死 所以你所有的器具 麻煩一起消毒 這不是故意恐慌的 只是我覺得說 畢竟家裡面沒有 一般工廠那種的安全衛生 所以呢 所以呢 稍微消毒一下 是會比較好一點點的 當然 吃了也會知道 好啦 不要講那麼多 來 噔噔 好 放旁邊 放旁邊 這邊 然後呢 把它放進擠花袋裡面 擠花袋裡面 擠花袋就是 最近我們買的擠花袋 然後你放在杯子裡面 放在杯子裡面呢 有沒有 把擠花袋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你把鮮奶油放進去 這300克其實還蠻多的 記得喔 我打的這個是 動物新鮮奶油 所以 穩定性比較沒那麼好 然後 溫度一旦下 也就是 升高的時候 你就要記得先冰過 再處理 否則它就會老化 好 做一體餐型的刮刀好處就是說 你那個東西不會卡在縫縫裡面 好 好 下次 那 這口奶油自己吃掉 那我們先把小蛋拿出來 欸 等一下 小蛋拿出來之後呢 好 這樣子 好 那裡面買的就把它擠 往下擠 往下擠 然後這時候 我會拿一個這個封口夾 這個東西 像小瓢蟲一樣 我有介紹過 然後我們就 往下 往下 先把它扣緊 這樣才不會 就是從外面 從上面這邊就溢出來 登登 好 然後呢 這時候 我們要把 我來的地方剪開 剪稍微大一點 沒關係 我沒有裝花水 不是啊 要把鮮奶油擠開 擠出來而已 就這樣子 這樣子 在 它上面做像花朵這樣 一個花瓣這樣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喜歡鮮奶油 你就多加一點鮮奶油 多加一點鮮奶油 小的這個是 小的這個是 12公分的 它的這個 銅孟乳酪呢 是 18公分的 鮮奶油準備的超級足夠 哈囉 哈囉 糟糕 好像有拍到我了 現在的 現在有超乳 給它擠一擠啦 全部都送給你啦 最終是沒關係啦就是這樣子 好 基本上我想說他用完 OK 放進來 那 摸一下 摸一下 這是 接下來一個東西這個是糖粉罐 糖粉罐這個東西有撒粉的 那 但是呢 我上次裝錯 我裝成是純糖粉 所以我先不要用這個 我就用這樣撒 如果你家明明有糖粉罐 怎麼做也是可以 買了防潮糖粉之後 就這樣放在這上面 小心喔放在上面 好 就這樣子 然後呢 你就輕輕的 輕輕的在上面撒 就讓他均勻的撒下來 多少都沒關係 就開心就好了 至少覆蓋一下 連旁邊這邊都要一點點會比較好看 好嗎 連旁邊這邊都要一點點 好 這是大的 還有小的也一樣 然後上面呢 就裝是 薄荷葉 或是那種香草這樣漂亮的葉子可以 就點一點點綠綠的這樣 就OK啦 這個等一下拿去當生日蛋糕 好玩吧 等我一下喔 就跑去外面摘我們家的薄荷葉 登登 好 就像這樣子 看到了沒有 然後這個薄荷葉就放到這邊 這樣 這樣就很好看了 有沒有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就放到這邊 登登 這樣 那當然盤子我們就換一下 不過我等一下就要包裝出門了 所以我就不換了 這樣可以嗎 來 輕一點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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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 有沒有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好 這樣子 然後小的呢 小的就像這樣 就手長大小 有沒有 就手長大小的 蛋糕 很好看喔 很可愛 你一定要用 圓嘟嘟的 對不對 圓嘟嘟 欸 在這裡 好 OK 拜拜